最后一个单联我们要看定的分析 可入之定 于此一切圣人都能赠入以各自所赠得的国相等的国定 但只有阿纳罕与阿罗汉才能赠入魅金定 我们知道圣人他可以入世间定和初世间定 初世间定就是国定 但只有阿纳罕与阿罗汉才能赠入魅金定 国定是圣地子才能赠入的初世间安子 而其所言是涅槃 赠入国定的目的是当下得以体验涅槃之乐 在这些安子里生起的心是与圣地子证物的层次相等的果心 如此四个阶级的圣人都能赠入各自的果定 一级虚头环能赠入虚头环果定 于则亦可以此列推 在赠入果定之前 圣地子先决意要赠入果定 然后从生命至赤地地培育诸观至 直至赠入果定 这前面我们也有提过 这是进入果定的心路过程 就是过去有分有温波动有温断 一门转向 然后四个随顺心 然后就果心 这时候果心就可以有福穷夺格 这里说果定是属于初世间安子定 其所缘是涅槃 当下得以体验涅槃 就是贪嗔吃子习之乐 初次赠果则生起果心是初世间的果报心 即虚头环果 乃至阿罗汉果 持续地观照明法与设法的无常苦务 当观至成熟时 即生起道心与果心 那圣地子才能够赠入或一再赠入果定 若阿罗汉再次赠入涅槃之果定 其前之善述行为为作心 四皆圣人振日各自的果定 如虚头环能振入虚头环果定 欲振入果定前 先决意要振入果定 然后赤地去培育诸观志 直至振入果定 如果是阿罗汉 那这个四个随顺心 都是为作 三因为作的 欲界的心 如果是有学圣者 出国二国三国再次进入果定 那么这个是属于欲界的善心 欲界的三因的善心 每一位圣者除了入各自的出世间定 也就是这些果心之外 另外他还可以入世间定 如果是入世间定 那么前三国前面三个国的有学圣者 他可以入这些世间定 就是属于色界或无色界的善心 如果是阿罗汉圣者 除了入阿罗汉果定以外 他如果入的是世间定 那么他是属于色界的为作禅心 或者是无色界的为作禅心 接下来看魅敬定 于此他从出禅 其实吃地的阵入广大定 出定后 他以观至 观照每一定里的行法 如此休息 直到无所有处之后 他在实行事先的任务 如决一等 然后阵入非详非详处 在两个安子 肃行生命之后 心之相续流即被中断 其实他已赠入了魅敬定 在魅敬定里 心以心所之流完全暂时被中止 只有以赠得一切色禅 与无色禅及八定的阿纳汉 与阿罗汉才能赠得魅敬定 而且只有在欲生存地 与色生存地里才能赠得该定 在无色地里并不能赠得该定 因为在其地并不可能赠得属于 赠入魅敬定的先决条件的四色禅 若要赠入魅敬定 禅修者必须赐地地赠入每一个禅 在从每一禅出定之后 他观照该禅的名法为无常苦无我 他如此休息直到无所有处 从无所有处禅出定之后 禅修者做出以下三项决议 决议他所拥有的必需品 不会遭受毁坏 决议若身团需要他的服务 他就出定 第三 在活头还活着的决议若活头要见他 他就出定 此外 若他想要入魅敬定七天 他必须观察自己所剩下的寿命 不会少过七天 在做完这些事先任务之后 他即赠入第四无色禅 而此禅的禅心只生魅两次 随后 他即赠入了心流暂时被中断的魅敬定 然后从魅敬定出定 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于魅敬定出定时 于阿纳汗 阿纳汗果心生魅一次 随后即沉入有分 在这之后 升起了醒茶制 在此 这是定的分析 休息观夜处之法到此完毕 最后的结论是 若人亦体验佛教修行为 当修此二禅至上之休息 二禅是指禅与观禅 然后就结束了 这是入魅敬定的心路过程 过去有分 有分波动 有分断 一门转向 预备 进行 随顺 总性 然后安直 然后进入无心的状态 我们知道这里两个安直心 就是飞翔会飞翔出定 然后无心状态 然后出定以后是一个果心 然后就有分心 然后再升起醒茶制 所以说阿纳汗或阿罗汗先入社界定 或无社界定 出定以后观诸行 无常苦无恶 然后进入无所有出定 出定 然后决定在入定期间的预备工作 然后两个刹那安直塑行 就是入飞翔和飞翔注定 然后没有心事 就是入昧定无心定 然后出定 然后阿纳汗果心或阿罗汗果心一次 然后再多入有分 然后再升起醒茶制 所以昧静定又称为 昧受想定 经中说 入享受昧定 者享受皆止习 昧静定亦称为 第八解脱 我们知道享受只是代表 事实上是所有的名法都止息 即超越一切飞翔 会飞翔 昧一切心 心所法 成为无心 无心所法 无苦乐受 无出入喜 只有以赠得一切色禅 与无色禅的阿纳汗 与阿罗汗才能正入魅静定 而且只有在异地与色地 才能够正得改定 入魅静定时 心事之流暂断 从清净道论里面 我们知道 从清净道论里面 我们知道 入魅静定 是属于修会的功德 前面马辛德尊哲 在清净之道里面 也有引用这个清净道论 说 修会的功德 摧破种种烦恼 享受圣国之味 可能入于魅定 成就应供养者等等 马辛德尊哲在清净之道里面 已经有说明 如果我们要对于入魅静定 有更详细的了解 那么就要参考这底下的 例如说 他入魅所有触定 触定以后 要做这四种准备的行为 就是 死无损害属于诸人的知迹 深切的期待 失招受限 那么这里 他有详细的说明 死无损害属于诸人的知迹 即不是属于这比丘一生的 是属于众人的衣钵 床仪住屋或其他的任何知迹 他应决意使此等知迹不受火 随风道及俗等的损失 其决意的方法如下 就是某某等物 于此入定的七日之内 不为火烧不为水飘 不为风吹 不为道劫所取 不为俗等所吃 当他如是决定 则此等知迹于七日之内 没有什么危险 如果他不做这样的决定 则未免受火等的损失 正如摩赫那且长老的事相似 据说 这长老入了他母亲 幽婆与的村落中起食 那幽婆与施他一些粥 并请他在休息所中坐着 这长老便坐下入魅定 当他在坐时 这休息一所施了火 别的比丘们各自拿着坐骑逃走 村人来挤 见此长老说 这懒惰的沙门 这懒惰的沙门 火已烧了屋的盖槽及竹木等 并已包围了长老 人们以水旺取了水灭了火 除了灰敬了地 向他散发礼拜 长老在预定之时出定 看见他们说 我已被他们发现了 便升空去避云古岛了 这是名为史无损害属于诸人的知迹 对于属于一己的衣服做迹等 是不需要做个别决意的 因为那是必然为定所保护的 如尊责申其婆的事相似 所以说 尊责申其婆的神变是定片满的 尊责摄利福的神变是定片满的 身杰的期待 是身杰的等待和期望 即直至这比丘来为止 不行身杰结模的意思 在这里 那期待并非他的入定比丘的预备行为 但顾念期待是他的预备工作 所以他应做这样顾念 如果当我坐于这里 在七日之间入于灭定之时 身杰益行白结模等的任何结模 则不等什么比丘来招我时我即出定 先做如是决定而入定则 则必于那时而出定 若不这么做 在身杰集合而不见他之时 问道 某比丘在哪里 答正在入灭定 于是潜意比丘道 你去说身杰召他 此时这十则 比丘去到入定者 可以听得声音的地方 站着说朋友身杰在等待你 他便出定 这十事在因为身杰的命令如是重大 所以他应一先顾念到他入定 以能自动而出定 施召 这里一直顾念施召 为他的预备工作 所以他应这样顾念 如果当我坐于这里在七日之间入于灭定之时 或因发生了某些事故 施就是佛 欲智学处 就是借 或因必要而欲说法 则不等什么比丘来招我时我即出定 先做如是决定而入定则 则必于那时出定 若不这么做 再生且集合 而施不见他之时 问道 某比丘在哪里 答 正在入灭定 于是前一比丘道 你去说我召他 此时这十则比丘 去到入定则 可以听到声音的地方 站着说 施召尊则 他便出定 这实在因为施召是这样的重大 所以他应一先顾念而入定 以能自动而出定 第四受限 是寿命的实现 即此比丘应善巧而知其受限 他当顾念自己的受刑 以七日之间延续或不延续 而或入定 如果他不顾念以七日之间要灭亡的受刑 而入定 而他的灭定是不能抵抗死的 又因为灭定中没有死的 得以定的中途而出定 事故他必须先顾念此受限而或入定 即是说 对于疑者是其他的三个预备行 或可不顾念 但对此则必顾顾念 而入灭定最多是七天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时数大概可以维持七天 那么假如你入灭定超过七天 因为没有时数继续攻击我们的身体的营养 那么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 关于世间禅跟初世间禅的差别 我们简单的讲可以说这样 世间禅它的目标是某种概念或有违的究竟法 初世间禅它是涅槃 无为究竟法 世间禅对治的烦恼是暂时振服 初世间禅是彻底根除 世间禅对轮回而言它是延长生死轮回 初世间禅是解脱生死轮回 世间禅对定慧而言是慧次一定 但是初世间禅是慧定平衡 此禅与观禅详细的差别 我们可以参考明法尊者所整理的这个表 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自己阅读 接着我们以马辛德尊者的投影片来复习 从自见清静以来所讲的 这四道字就是入流道字 一来道字不来道字阿罗汉道字 然后断除烦恼 四道字所断的烦恼 这里呢 蓝色的代表是初道字所断的 绿色的代表是第三道字所断的 我们知道第二道字并没有断烦恼 只是 减弱烦恼而已 而这个中色的就是 第四道字阿罗汉道所断的烦恼 对十节来讲 初道心断除了邪见节 借俊起节 宜节 三道心断除了意滩节 称慧节 阿罗汉道心断除了色滩节 无色滩节 慢节 吊起节 无明节 然后对于十烦恼 初道心断除了疑跟邪见 三道心断除了称 阿罗汉道心断除了贪 称慢 分成调集 无惭 无愧 因为 色滩 无色滩 也是包含在滩里面 所以 阿罗汉才断除整个的滩 关理 时不善夜道 初道心断除了 杀身不予其 易血行跟希望瑜 证得出国的人 是不会犯五戒的 还有 断除邪见 三道心断除 初恶疑 离间疑 跟 称慧 阿罗汉道心断除 杂慧疑 跟 坦然 同样的 就是这里面有包括 色滩 无色滩 关理十二不善心 这个比较简单 初道心断除了 四个邪见相应的贪根心 还有 宜相应的持根心 三道心断除了 两个称根心 阿罗汉道心断除了 四个邪见不相应的贪根心 还有 调己相应的持根心 关于十邪性 初道心断除了 邪见 还有邪于里面的 妄疑 还有邪业 邪命 三道心断除了邪思维 还有邪于里面的 初恶疑 离间疑 这个我们可以看清静道论的说明 这里讲 邪见 妄疑 邪业 邪命 是初字所断 邪思维 两舌 二口 是第三字所断 所以呢 这里的邪思维 跟邪疑的一部分 就是 包括 两舌 二口 所以 第三字断除了邪思维 两舌 二口 就是邪思维 然后邪语里面的两舌 二口 就是离间疑 两舌就是离间疑 然后 邪精进 邪念 邪定 邪解脱 邪志 是由阿罗汉道所断除 然后 七随眠 初道字断除了邪见随眠 跟疑随眠 第三道字断除了 最后的 有贪随眠 慢随眠 跟无明随眠 是阿罗汉道所断 关里 四肉 初道字断除邪见肉 三道字断除欲肉 有肉跟无明肉 是阿罗汉道字所断的 关里 四系 借尽其身系 指齿是实 就是指齿这是真理的身系 是初道心所断 秤身系是三道心所断 贪身系是阿罗汉道心所断 因为这里面有包括色灯 无色灯 关里四旗 初道心断除了邪见旗 借近旗 跟无语旗 三道心没有断什么旗 阿罗汉道心断除欲旗 修会的功德 我们已经看过了 现在我们以马辛德尊者的清静大论讲要 来把七清静做一个总结 并做总回向 一位禅修者 从学戒开始 学戒 持戒 就是戒清静 然后培养定力 培养定力之后 就是心清静 在定力的基础上 在辨识诸行 辨识明色法 而成就见清静 然后在寻找明色法之音 透过缘起的方法来把握 而成就了度于清静 度于清静之后 无间的以具思维等等 来成就思维制 然后再成就生灭随观制 在生灭随观制初级的阶段 将会生起光明自喜清安热 等等这些官的随烦恼 由于他在观照这些官的随烦恼 并不是道而是非道 所以他继续行一道 成就到非道自见清静 之后他再继续观照诸行法的坏昧 让生灭随观制成熟 然后继续修坏昧随观制 部位献起制 过患随观制 宴离随观制 欲解脱制 审查制 行使制 这八制称为行道自见清静 之后他如果还想再朝向解脱 证悟涅槃的话 他再继续修观 修观的时候 将会有一个随顺制 与总性制升起 紧接着是道制与果制 在道制升起的那一刹那 能够断除相应的烦恼 所以道制称为自见清静 叫 当禅修者透过圣道断除烦恼 正悟涅槃之后 他就助力于教法 他必然将能够让古印子息 让轮回子息 出离于生死 在这些行道当中 最清静到行道自见清静 还是属于世间的行道 唯有自见清静 才是属于初世间的行道 以及透过世间清静之道 而最终达到初世间的清静之道 这就是所谓的七清静 现在第九章设业处分别评 已经告一个段落 是不是要继续学习 近阶级的二十四元 我们来讨论之后 征询大家的意见之后 再来做决定 现在我们来做总回向 我们先把天文佛法跟平时 布施持戒培养定律 修官等等所做的一切功德 都回向给我们的亲戚 特别是以往生的亲戚 我们诚心邀请他们 来分享我们的功德 愿他们在分享我们的功德 随喜之后 也能够获得快乐 再愿我们所做的这些功德 愿我们从现在一直到正物内盘 都能够有因缘遇到善有 遇到良师欲有 不要跟鱼翅的人在一起 Imi now concealed by yes mama satang samak mo HD yawa nibiap … insta Imi Now FIRSTанием Mamaimate 再把我们所有以前到现在所累积的一切功德三列 回向给一切的诸天 回向给一切的鬼神 回向给一切的众生 愿他们在水洗之后 也能够获得一切的成就 在我家家的一切的众生 在透过我们听闻佛法之后要付诸实践 以此法随法行 透过我们实践佛法的功德 来表达对佛陀至上的礼境 来表达对法至上礼境 以及对身表达至上的礼境 愿我们透过确实的依法而行 最终都将能够解脱 生老病死 一大妹本娘阿萨我甘养我陷佛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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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同德功德分 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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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 有言再相会